酱血汁的绝冥菊花茶做法 准备绝冥子20克 白菊花10克 蜂蜜适量 先把绝冥子和白菊花一起放砂锅 加水煮一下 喝的时候加适量蜂蜜 试用症状 高血汁 高血压 头疼 头晕 注意事项 腹泻的人不能喝 第二种是焦固蓝茶 焦固蓝茶我们配入了绿茶 也配入了蜂蜜 另外我们加入了柠檬 大家喝到酸酸的味道 那就是柠檬 焦固蓝的作用 刚才我们讲过了 那么绿茶刚才也说了 比如有明显的降至血汁的功能 减肥降至血汁都有 但是重于降血汁的功能 这个柠檬 它能够有激发人体正气 那个刺激性酸味 不仅是对肝有好处 而且对激发人生气 生急着的作用 你刺激一下子 它也有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把它几种 泡在一起来 也是达到了 既加强了焦固蓝的作用 有改变那个焦固蓝 有那种青草味 如果您要喝的 还感到它这个青草味比较大的话 我建议您的柠檬 多加上一片 柠檬的味道适当多一点 这样它的味道 可能就那个青草味 基本就没有了 酱血汁的焦固蓝蜂蜜茶 焦固蓝10克 绿茶一小包 蜂蜜一大勺 柠檬片一小片 白水500毫升 将焦固蓝 在锅中煮沸10分钟后滤出 放入绿茶一包 柠檬一片 冲泡约6分钟后 加入蜂蜜一汤匙 功效 清热降火 火血降血汁